全國社區的表演團隊一一進場 展現活力與自信 全國社區民俗娛樂活動觀摩會 今年由南投縣政府 南投市公所聯合辦理 吸引來自各縣市的社區夥伴 都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們在農工山展覽會館 舉辦了104年 全國社區民俗娛樂活動的觀摩會 主辦單位是我們的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是南投縣政府 南投市公所 今年就由我們家和社區來做執行單位 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熱鬧 包括今天大家看到的太古鎮 或者是說一些北館 甚至是營師 不管是文廠無廠 他們都有各地的特色 也希望說藉由這次的特色 每個社區大家互相觀摩互相學習 透過活動的辦理 讓全國社區充分展現文化特色 並且將台灣民俗娛樂技藝 讓更多人看見 議員曾正言 賴咽雪 檢自盛等嘉賓 也相當支持活動的辦理 判借此出境社區民俗技藝的交流 全國每一個官司都派一個代表來 所有總共有39堆的社區的表演 剛才大家都看到 這卻是富士的政策 我覺得我們官長把這個活動真正好 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特色 跟它的專長 我們知道說921會館是成立沒多久 那麼今天接獲這個重頭戲是來自全國的一個社區的一個娛樂觀摩 我覺得意義非凡 透過這個社區的觀摩 讓我們社區彼此之間 能夠做一個互相切磋 互相的取經 同時也能夠展現出各個社區的一個文化精髓 今年共有39個全國社區代表 帶來文場以及舞場的表演活動 彼此進行觀摩及交流 吸引許多鄉親朋友到場欣賞表演 我們是台灣全國一名廟最多人台的神教 全部有26個人 一個指揮一個打鼓 來表演這個活動 我們這次帶來表演是花鼓鎮 那全部都是由我們社區的差不多65歲以上到80歲左右 這個媽媽們的表演非常的賣力 社區民俗娛樂活動觀摩會 特別選在農工商會展中心舉辦 獲得外縣市社區的肯定 期盼藉此推動縣內觀光發展 提升南投的能見度 民選洪佳燕南投採訪報導 川普通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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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